今天有幸 不是有幸 是三生有幸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看到一樣東西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樣的收藏品 這個收藏品來大家看一下 來 袁大頭 袁大頭 袁大頭是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 由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 當時中國的地製非常的混亂 有這個清朝的龍營 也有各省鑄造的庫平欺錢兩分 也有紙鈔各種各種的錢幣都有 像這種混亂的情形呢 到了袁世凱執政以後 他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開始 由梁啟超先生擔任臨時政府的財政顧問 所以在天津就創造了天津鑄壁廠 其實天津鑄壁廠在前清光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但是那個時候由梁啟超重新把它開建起來 當時因為壁枝很混亂 有的人拿了一堆紙鈔買不到一個天津包子 所以情形北洋政府就很重視 就由梁啟超聘請了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一個鑄壁專家 這個鑄壁專家曾經替葡萄牙跟英國鑄壁過 他的名字叫Louis George Louis George被請到天津以後 他就替袁世凱政府鑄壁 那為什麼是銀壁不是銅壁不是滅壁呢 原因是在一百多年前 全世界在一次大戰以後 還是採取了金本位置 什麼叫金本位置啊 就是說世界貿易以黃金來計價 你說你用這個英鎊計價 用這個德國馬克計價大家都不相信 都要用金計價 那現在呢現在是用美元計價 所以沒有金本位的問題 那我們中國呢沒有金貨幣的習慣 所以在當初民國二年 開始訂定所謂的銀本制 銀本制就是用銀幣為國幣 所以第一枚銀幣就是民國三年 來看看這個民國三年 民國三年 開始袁世凱親自下令組這個錢幣 這個錢幣當初做了兩三種的圖樣 最後定了一個圖樣 這個圖樣大家可以看 這個圓大頭跟我們看的圓大頭不一樣喔 這個圓大頭是什麼 這個圓大頭叫七分臉 就是我們一般看那個圓大頭 那個圓世凱胖胖的 他只有側邊 只有側邊 那他這個金幣喔 他是七分臉 就是稍微又正一點 七分臉 那這個七分臉是怎麼出來的呢 就是當初這個 義大利的製幣專家 他按照圓世凱的相片 就把它雕成這個樣子 雕成一個鋼板 做鑄幣用的鋼板 等他把它鑄好了以後呢 拿到圓世凱的面前交貨的時候 當場才發現 哎呀 圓世凱長得不是這樣耶 很慘啊 圓世凱胖胖的 不像這樣子有一點瘦瘦的 而且呢 圓世凱的樣子 神采有意義 那不像這樣子 他也是一個老人 還在生病一樣 所以覺得很羞愧 當場就跟圓世凱講說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錯不對 定來 定來 圓世凱這個人也 覺得那個時候 也是意氣風發 說啊 沒關係 那就是坐在那邊 坐了三個小時 由義大利的鑄壁師 重新畫了一個圖稿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民國三年 民國八年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的圓大頭 這四個年代的圓大頭 圓大頭就是四個年代 那只有民國三年的 有中華民國三年 但是有沒有照 沒有 照橋鋪路的照 但是民國八年 九年 十年的 都有加一個照字 這個是沒有 這也是一個所謂的樣壁 什麼叫樣壁呢 就是說當初是做出來 做一個樣本 而且這個樣壁 是所謂的簽名版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個簽名 就是在它的尖章的旁邊有簽名 LG LG呢是大寫 究極的英文字母是小寫 那這個版本是非常非常稀有 據說金幣總共 注了五到一百枚 那銀幣呢 注了一千枚 然後就不注了 為什麼不注了 剛才我說了 因為它這麼不像袁世凱 後來第二種版本出來以後的 就是我們現在常看的 袁世凱的版本的這些 袁大頭銀幣呢 哇 那個量就大了 大概有將近八億枚 一元的袁世凱大頭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都沒看到 因為中共建政以後 把所有的袁大頭全部融掉 它怕怎麼樣 破壞了中共人民幣的穩定性 所以它把那個袁大頭 全部拿著融掉 讓你不能夠流通 這是以後會講的故事 OK 今天這個我們看到是一個金幣 這個金幣首先 咱們就要先弄清楚 尺寸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尺寸的直徑39.1 尺寸 直徑39.1 它的厚度0.24 0.20公分 重量37.5 這就是它的尺寸 金子呢 是95純金 它不是999 95純金 這個是它該有的一些具備的條件 那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好不好 先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先就量一下重量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多少 37.1 差0.4 那這個有可能 因為這個錢幣並不是全新的 差到0.4 這個誤差是可以接受的 OK 好 這個是它的重量 咱們把重量秤過了 給我一支筆 我來寫一下 重量我也寫一下 37.1 37.1克 剛剛有了 好 我們有千分尺 我們來量一下它的直徑 39 來 大家看一下 來 這樣看喔 我們從0看喔 從下面這個0來看 39 應該有39.1 但是0.1也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緊張了喔 這個緊張了喔 我說怎麼樣緊張呢 這枚金幣如果說是真的 它是新台幣1000萬 是一部保時捷91卡路亞4S敞篷車 好 我們來量它的厚度 好吧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喔 厚度 說了喔 它是2.4 我們來看它是不是2.4 大概是在2.2左右 2.2左右 放大鏡看 來 到2.2左右 2.2左右 喔 這個珠圓都很像喔 這個錢幣的特徵 我再講給大家聽一下 首先這個錢幣呢 我們要注意它的鬍子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鬍子的造型 這個鬍子的造型是這樣往上翹 這種很難得 這種難得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在中國人的畫像 一般不會把那個鬍子往上翹 一般鬍子都是 比如說李鴻章的相片 那鬍子都是很順的 搞成這樣子就有點像外國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它第一版沒有辦法發行 只做樣板 但是它這個鬍子是一個很特殊的造型 另外 中華民國國三年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元大頭的一標準的字體 大家看民國的明字有多一點 年字有兩點 但是它這個國的字 中華民國的國它不是真體 這個就需要考證一下了 大家來看 背面是什麼呢 背面是家合體 家合就是說 一個糧食大麥 這個大麥的下面呢 就是蝴蝶結 蝴蝶結 代表是國鳳民風 這個蝴蝶結是比較特殊的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元大頭不一樣 打得比較大 這個也是這個樣本的 也就是說 這種民國三年七分連元大頭 一元金幣的一個特徵 覺得它的蝴蝶結打得比較大 因為我跟我們一般看到的 一元元大頭是不一樣的 好 大家再看一下 在這個元世凱的左肩 左肩上面 大家仔細看 等一下會有一個放大的給大家看 這個有Louis George 他的一個簽名 這個簽名有一個特殊點 這個前面兩個字 L是一個縮形 是大寫的縮形 那G呢 G是一個大寫 後面呢 George呢 是小寫 多大呢 你給老師看 他剛好是小於四個齒紋 我們旁邊有個齒紋 小於四個齒紋 這個非常像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呢 OK 我們等一下還要做測試 還要再做鑑定 先休息一下 喝點水 以免心臟跳得太厲害 休息一下 好